海底世界里美丽的珊瑚 现在也可能变成止痛药物 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 珊瑚萃取物注射在白老鼠的身上 不但具有止痛的功效 甚至还可以治疗肋风湿性关节炎 目前他们除了申请专利之外 还首创半开放式人工养殖珊瑚 能够保护野生珊瑚的数量 海底世界里这颜色鲜艳缤纷的珊瑚胶 让人赏心悦目 不过你知道吗 现在珊瑚也能成为止痛药物 我给它一个热源 那老鼠就会产生疼痛就会缩脚 那如果你有止痛药的话 它就比较能不容易缩脚 透过实验注射过珊瑚萃取物的白老鼠 面对热刺激或是间瑞物都没有了刺痛感 证明珊瑚具有止痛的功效 另外软珊瑚也可以用来治疗 类风湿性关节炎 通风都会所谓的肿嘛 然后痛嘛 然后它的关节比较大嘛 甚至还有发炎嘛 这是给人的药的 研究团队发现珊瑚不仅能止痛 抗神经病变疼痛 还能改善动脉周状硬化 以及伤口修复 现在在台湾以及美国已经申请专理 可以养到一公斤两公斤这么大 那这个现在各位看看 这个在野外几乎不会发生的 可以高密度养殖 又团队首创半开放式循环人工养殖 透过具有造胶作用的石珊瑚 用线吊挂在LED灯照射培育 其中海基头软珊瑚 一年就能增加一倍的重量 也让目前处于动物性实验阶段的研究 能透过养殖珊瑚持续进行 感谢观看